還有一個就是俄羅斯煉油廠 遭到無人機的打擊 烏克蘭常常打俄羅斯煉油廠 這個地方距離烏克蘭有八百二十公里 然後火燒得很大 至少一半的生產被迫停止 有相當大的損失 還有一個在中東戰火的部分 以色列的戰機連續兩天 襲擊了黎巴嫩的真主黨 非常火大 這是十八年來最激烈的交火 另外黎巴嫩的真主黨 用一種很特別的火箭彈 叫克丘砂一百多枚 向以色列發射過去 襲擊了他們的軍事哨所 雙方互有一些輸贏 麗將軍怎麼看待這兩場大戰 第一個我講這個俄羅斯邊界 這個叛軍的衝突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不是現在才發生 也不是最近才發生的 普利格金也跟他們交手過 普利格金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吧 都已經你看都已經被 這個普京幹掉那麼久了 但是他那個時候就曾經警告過俄國政府說 這兩個這些叛軍 要注意到 如果說讓他們壯大來講的話 對我們邊界是一種危害 所以說他在這個 這個別爾戈羅德這個地區來講 這個邊界的一個省來講 他們一直活躍在這個地方 就是俄羅斯自由軍團 還西伯利亞營 他們一直在這邊活躍的時間很久 所以大概去年的時候他們就曾經在這邊 對俄國發動攻擊 那為什麼這次會比較嚴重呢 因為俄國來講他集中兵力到阿富迪夫卡那邊去作戰 所以邊界上面我們要知道俄國其實邊界很長的 他沒有辦法說每一寸土地都派人去防守 所以事實上俄國自己本身的兵力是很薄弱的 那這些叛軍他們會有活動的這種空間跟時間 那這次來講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不會影響到俄 俄烏戰爭的大局來講 大的局勢是不會影響到 因為這東西對俄羅斯來講 他只是把定位在一個恐怖分子的一個行為行動上面 但是我特別要講 這個俄烏戰爭來講 我們從一個人講的一個實話 就是教宗講的那句話 對不對 烏克蘭要有舉白旗的勇氣 我覺得以教宗的出發點 他絕對不是在暢衰烏克蘭 而是他看到了大局 他知道說這個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以人道關懷立場 這場戰爭不能再打下去 這個包括歐洲來講 他因為這場戰爭造成通波 造成人民的財產生命的損失 教宗覺得不能再打下去 美國可能是覺得不能不打下去 對 所以到此刻為止 你看到給這三億美元 就沒有什麼用啊 我覺得這三億美元真的是不夠這種戰爭 塞牙縫啦 但是講到教宗講這句話 我也要特別跟民進黨講一句話 你們也要有說實話的勇氣 對尤其是這段時間 真的是在兩岸關係這種兵容相見 現在感覺上面只有出國政有說實話的勇氣 但是其他的這個民進黨高層政府來講的話 到現在為止還一直在說謊 想要欺騙國人 我們剛剛前一個小時所討論的結論就這樣 那跟俄羅斯烏克蘭的現在這種戰爭比較起來的話 似乎好像是有一種相似感 對 因為全世界都說台灣是第二個烏克蘭嘛 現在烏克蘭幾乎是全國打成了廢墟 人口出逃一千萬 中東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你看跟黎巴頓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最怕的還是珍珠黨 因為珍珠黨 他這克薩丘的火箭 事實上就是伊朗那邊攻擊的 那這件事情來講 中國有派維和部隊 到黎巴頓的邊際去那邊做維和的動作 已經派去了 但是那時候本來是希望藉中國的力量 然後美國希望中國來幫忙 到這邊派維和部隊 然後讓以色列不要說是兵分多路來作戰 但是看起來好像效果也不大 這邊跟黎巴頓政署長也確實就幹開了 我如果覺得這邊 如果說是在打起來的話 可能現在為什麼黎巴頓政署長 會在這個時候 雖然說中國已經都出面了 派了維和部隊在這邊 他還要繼續發起這種攻勢的動作 其實我最主要的還是在解救加薩 避免加薩南部那個拉法城市 被以色列的攻擊 然後希望以色列能夠轉一些兵力 轉一些注意力到北部這個地方來 不然的話他是加薩那邊 大概拉法這邊 如果說以色列對這邊攻擊來講的話 可能這些加薩地區的巴勒斯坦的這些民眾 可能是毫無深入 但是建築黨 這個抵抗得了以色列嗎 18年來最大的一場攻擊 我覺得他不見得可以攻擊的進去 但他覺得有能力抵擋得住 因為這麼多年來 我們知道以色列現在來講的話 他畢竟是一個小國 所以我們用兵最機會是講究 集中跟節約 你要攻擊的方向 你要集中你所有優勢兵力去那邊攻擊 那你次要方面 你要盡量節約兵力 所以我覺得就以色列來講的話 你現在來講多陸作戰 你到底要主力要放在哪邊 你要放在加薩還是黎巴嫩 還是敘巴嫩還是敘利亞葛蘭高地 你可能會面臨這些地方 同時對你來做開戰 如果這樣的話 美國這個拜登已經要跟你攤牌了 前兩年拜登不是要攤牌嗎 他說就是說 我可能考慮不再支援你 事實上現在也有這種呼聲 這個川普就講了嘛 如果說我當選這種TTSC 你就把支援烏克蘭跟支援這個東西就斷掉 那如果說這種斷掉來講 拜登是不是見這件事情 就是要跟納坦雅夫攤牌 逼人你必須要走上談判的路線 停火 不然的話現在拜登也受很大的壓力 他這些難民 人道主義 全世界都不會認同的 任民你這樣殘害那些無辜的老百姓 守護萃鐵老百姓 沒有人可以看得下去 拿戰車大炮 我覺得像那天 他們只是一個醫院裡面 就是為了搶那個糧食 空手糧食 真的是 人神共憤 對 那你拜登 我相信全世界來講 都不會接受這種 看到你都沒辦法接受 不管你任何膚色的人種 都沒辦法接受 所以拜登有他的這種 人道主義的壓力 所以他跟納坦雅夫要攤牌 那我覺得黎巴頓這個時候 曾主黨發動攻擊 可能有一點要緩解 加薩走廊的這種拉法 那邊的一種 就是以色列他的一種攻擊 希望他能夠減緩或減弱 對 摘戒月了 摘戒月還要再打拉法的話 就會跟全世界的穆斯林為敵 這個事情會更大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而這場運作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繼續觀看 未必可以講完 最痛的 佛財 6 7 100 3 13 11 15 1